应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 摩纳哥公国元首奥尔贝二世亲王 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1号至26号 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今天上午中国外交部举行吹风会 介绍习主席出访有关情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介绍 今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 访问意大利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分别同马塔雷拉总统 孔特总理举行会谈 并就中意中欧关系及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中意双方军院进一步加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以体现中意关系发展最新水平 中意双方将在罗马同时举行 中意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首次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 第二次文化合作机制大会 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努力为两国人民带去 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利益 王超介绍 访问摩纳哥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尔贝二世亲王 举行会谈 就中模在政治经济 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 此访是中国国家主席 首次访问摩纳哥 对中模关系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 习主席此访的最后一战法国 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王超表示 中法关系超越双边范畴 具有鲜明的战略性 时代性和全球性 两国领导人将建政签署 能源交通运输农业金融文化科技 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访问期间 双方还将围绕中法建交55周年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 全球治理等举行系列配套活动 习近平主席今年首次出访选择欧洲 对于中义 中模 中法关系 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将为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 逐新动力 为共建一带一路开辟新空间 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